好 奶昔和零硬 我們好朋友問的是零硬 其實這個和奶昔的意思是一樣 就是說因為他們都有這個大小檔 尤其零硬更比較明顯 零硬一般都有一個 這種算是我們在說的 大小檔 是怎樣的大小檔 就是說他如果今年生比較多 明年就生比較少 我們現在在做這個工作的時候 最好就是不要給他今年生比較多 明年生比較少 為什麼這樣說 因為這是這樣 就是說你如果給他今年生比較多 年生比較少 大家都差不多的時候 這個介紹的 合計我們沒有購買 如果是介紹賣的 我們有時候都會去購買 我們是說可以控制比較平均 就是說 這個小檔的時候 我們不要減那麼多 大檔的時候 我們三郎有控制著 購買好 因為有時候控制不購買 購買好 這樣我們就不用購買太多 好知道零硬要可以做零硬乾 不然這個又有購買 但是問題現在就是說 這個東西要怎麼去呢 最主要這個原因就是說 你差不多在這個 這個條紅 如果是奶漬和零硬都是 零硬的 他收錢 之後的時 他的條紅 差不多八到八 這時候他如果條紅 這都沒有要緊 但是差不多 差不多 乃姬以前 乃姬通常是10月中10月底 並說10月下旬 我們就開始會去 去壓制 因為你看地方 如果中部那種乃姬 他們就比較慢 那如果我們南部這隻 我們的提早去幫牠 算不需要讓牠太早調香 就是說 這個香蕉我們要稍微控制一下 因為這有一個好處就是說 因為我們 如果讓牠到11月 那種還在調香 這樣起來就很容易嫁當 那種就會變成小檔 就是說牠的這個生比較少 所以我們通常在這個時候 就要在11月這隻國立 10月底 10月底到12月上旬 這個地方 尤其差不多在令營 差不多是11月 就是說10月下旬 到11月上旬 甚至到中旬 這個中間 就是說不要讓牠 不要讓牠討厚 所以讓牠討厚一頓 不要太多 我們就把牠控制掉了 所以你差不多10月底過 那牠要轉過來轉 因為我們不可能說去 去把牠影響尋規 因為牠也是要靠這些房子 以來來年牠有這個量 但是不能讓牠太多 因為如果你太多 譬如說到12月 還要再討厚 那種房子 那種房子 那個人那個人那個人 就不太好 所以我們特首 是必須要用這種來 這個控制 控制它的這個房子 這個 我們用這種的這個 這個房子的控制 特首就是 可以去把牠噴一頓 噴一頓一頓 驅收 這個驅收 我們在用大概就是2500杯 就是說 2000杯到3000杯 這個中間叫2500杯 所以我都跟聽眾朋友說 你泡3000 但是在搬的時候 這張房子比較少 我們搬到10000杯就好了 10000杯這樣就刷掉了 這房子如果比較嚴重 這個比較多 我們就搬到搬一頓 所以這有時候就是說 在這方面來說 我們在處理的時候 要去看 看我們的這個這個 這個輸球 所以這個大概是 這種的經營 所以這會有好朋友 稍微來給牠這個了解到 在這方面 可以這樣來給牠 來給牠做 做一個一個 算 很 很好的一個這個 控制 這個 部分 就是說 我們 把牠這個 壓制掉的時候 算牠起來了 牠那個 新鋒就不會再抽 新鋒不再抽的時候 牠就比較容易 這個形式度比較有夠 這樣鋒起來就比較不容易出問題 這樣 所以 這台頭所都是這樣 就是說 你如果是 你注意看 你如果是今年抽風 抽風 抽太多 其實鋒沒有什麼 沒有什麼三龍 這年三龍 這年三龍 再來那一年 三龍 比較大 我們主要就是說 那個風 給牠一個 這個 固定的 這個 比例 這樣 起來就比較容易 有一個 比較好的 一個 三龍 就說 比較不會說 一檔 很少 一檔 很少 所以 我們一般來說 可以大概是用這種方式 來做出力 所以 這個 效果上 比較好 所以大概是 我們的 處理方式 所以 這砲就是砲 3,000倍 3,000倍 一般來說 是利用這個 驅收 驅收 去把牠 轉 轉 他的 方 會讓我們 轉 轉 因為有氧化 B u 他 Q 的 轉 他就摔擠到 這 所以 這個 治藩 這可以 naar mapping 提供 給大家 知 這 很 簡單 但是 candidates 是還可以 當然 我們會 像用這個綠栓夾這種東西去印發 這種反季節這種開花 這對於我們台灣來說 我們在做其實性格不太好 因為你心裡知道開花 剛才我們台灣冷 冷的那個很容易落花 所以這個效果就不太好 所以我是一直認為 這當然在試驗我們做起來 真的是不錯 但是人家的屁股在做或許還可以 在我們中部這邊 中南部這邊在做如翁飽 這個效果就不太好 所以盡量如果是可以 我們就讓他靠正常來做出力 但是我們把這個形容處理掉 減少大小檔的一個問題 這是有必要的 這個檔案給我們聽說朋友 先來給他了解一下 好 這次我們來看 我們來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